韩瓜和茄子作为新语族属于随教随道的存在 这天汉被阿湘叫去综合地狱洗衣服 韩瓜对充满女语族的综合地狱充满了好奇 于是他拉上茄子一起找到鬼灯 说是想参加一下综合地狱 之后转正看看哪个地方适合自己 韩瓜你那是为了转正吗 我都不想揭穿你那条心思 正好鬼灯也要去综合地狱检查 顺手去带上俩人一起 但是鬼灯要求 俩人到了那边绝对不能东张西望 一般只有犯下坐监犯科的人才会去那里 综合地狱的惩罚手段也很直接 首先对人会被漂亮的女狱族吸引 一旦他们忍不住诱惑靠近 就会遭到旁边蹲守的猛汉男狱族暴打 所以综合地狱大部分都是漂亮的女狱族 留下的男狱族要么是肌肉猛男 要么是后勤部门的人 有些男狱族待久了就忍不住想发展办公室恋情 结果都是惨到拒绝 最后悲伤过度离职 在一些男狱族的眼中 这里既是温柔乡 侧不为所动 却被美食和宠物给吸引走了 谭瓜自认是合格的大人 鬼灯吐槽他 光戴上黄色眼镜可不能算是成熟的大人 这时阿湘出现 他本打算带两人参观 鬼灯却一口拒绝了 俩少年明显失望 阿湘想了想 还是决定陪三人一起去参观众和地狱 谭瓜之心为尽皆知 得知阿湘也会在众和地狱做刑法 谭瓜甚至有些羡慕那些罪人了 鬼灯祸了一声 没想到谭瓜是抖癌吗 见阿湘投来视线 谭瓜赶紧变解 不是的 只是被居高临下惩罚时确实很快乐 鬼灯上去就是个嘴巴子 如此他是一探烂泥 谭瓜捂着脸摇头 难的就算了 鬼灯本来准备将谭瓜塞进刑具中 阿湘叹了口气 原来王者还可能有这样的爱好 他原本打算成立一个女子拷问组 经过谭瓜这么一提醒 这个拷问组可能有些难办了 谭瓜和鬼灯 看向走来的女狱族们 好家伙 他知道的是去拷问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女菩萨降临了呢 谭瓜以身是吧 只能说非常的快乐 如果拷问自己的人 是阿湘姐就更好了吧 鬼灯的狼牙棒落下来 阳王逮着了是吧 茄子震撼 没想到还有还有这种爱好 不过他一定会默默支持的 毕竟他们是挚友啊 几天后阳王神鬼 对方本来不想承认自己的罪行 被鬼灯以浏览记录为证据 当场扶手认出 阳王最近比较忙碌 不小心闪了妖 鬼灯准备亲自上手 给阳王扎针灸 然而他的技术全凭献血 阳王觉得自己还不到退休年龄 赶忙拜托路过的小桃救救自己 小桃靠着唱歌 帮阳王躲过了被针灸的命运 这时 智鸡和猴子也来了 阳王感受到智鸡蹲在自己背上 连连点头 果然还是动物疗法好啊 鬼灯立刻用了纸 帮阳王放学治疗 怎么了 这难道不算动物疗法吗 就是阳王自己接受不了罢了 鬼灯做了一生 试图用学位法拉捏阳王 差点没把阳王给掐的当场趋势 最后 他点上艾灸 让阳王先趴着 自己则带着小桃等动物 观摸起因果镜 这可是地狱里的稀罕物 就是需要接电使用 有时候信号不好 很容易前后顺序颠倒 导致审判速度被拖延 地狱的镜子不但能审判他人 甚至能回溯过去 相当于不太好人的监控 小桃他们发现鬼灯 居然在人间游玩 便好奇地问鬼灯 他的耳朵和脚呢 鬼灯说 被帽子藏起来了 要是有人问 就说自己是日本忍者 正在修炼 一套借口 被他安排的明明白白 这时阳王头顶的爱灸也烧起来了 鬼灯一桶水泼灭 阳王看出来了 鬼灯就是在整他 看起骂了他一声坏心眼 假伙 小桃也挺佩服阳王 被折腾成这样 居然只骂鬼灯是坏心眼 某种程度上来说 阳王也是个厉害的人物呢 鬼灯怂恿阳王 使用电疗针灸 他特意喊来了雷公帮忙 一发电击打下去 阳王僵硬在原地 鬼灯上前就是一脚 让腰间盘突出给他踹回去了 通过电疗后 不但治好了腰间盘 阳王觉得浑身上下都舒坦了不少 就是之前被捏削的效果也出来了 他直接进了厕所 鬼灯都短暂篡位 很难说他不是故意的 小畔身为猫又种族 上次挖鬼灯情报不成 反而被吓出了胃窗孔 现在只能靠着吃药赌破 不过他也开始了无情的猫仔计划 报社的上司 被他拍摄的夺一坡裸照 吓得拴成骨折 十分生气地扔下CD 让小畔赶紧去拍摄真记的新闻 最近真记出了CD 销量异常火爆 小畔愣住真记也会出CD 他拿着唱片回家 发现这歌唱得确实不错 但歌词 简直就是太非常的广告宣传 异常的洗脑和魔性 小畔不禁担忧起 地狱民众的精神状况了 不仅是他 真记其实也挺担心的 但想想偶像本就挺莫名其妙的 他能走到这一步 已经很了不得了 毕竟偶像就是工作人员手中的玩偶 就是工作人员敲门告诉真记 快看 走廊上有个大帅哥 真记一探头 嘿呀 这不是鬼灯吗 他赶忙跑了过去 对自己上次的失礼道歉 鬼灯也很感慨 因为小畔最近懂懂真记的歌剧 所以他们也都知道了真记的爆红 小畔之前处于青春和恶女之间的摇摆 最近似乎找到了很适合自己的路 天然呆的设定 意外地适合他 别说 鬼灯对娱乐圈的过程也挺熟悉 连小畔成为歌手几年后 还会被粉丝吐槽 看的第一首歌更好听的画面 他都能想象出来 这时小畔也通过关系找到了真记 本来是想采访一下真记 所以这一开头 就看见了鬼灯 当场为窗孔吐血倒下 鬼灯诧异 最近看到自己就吐血的家伙怎么这么多 小畔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作为职业猫仔 他上来就套话 两人交往多久了 但鬼灯和真记 压根什么情况都没有 真记已经不吃他装可怜的那一套了 小畔作了一声 不以为人的脑痒痒 这时鬼灯拿走了他手中的相机 迅速将其中的胶片销毁 并且删除了小畔手机内的所有照片 顺手还给他拍了一大堆的地板照 每一张都认真地上了锁 小畔只能手动地一张张删除 鬼灯还在 他只能忍耐 见鬼灯转身离开 小畔当场抱走 逼真记用美人记 必须要把号码留给鬼灯 并送用他 只要抱上鬼灯的大腿 真记就是加入豪门了 真记连连拒绝 而小畔却只想让鬼灯扶手称臣 这时小畔听见一声叹息 他浑身一震 扭头去看见鬼灯 捏碎了墙壁 露出了半张脸 质问小畔就这么想要自己扶手称臣 鬼灯又问真记 是不是准备留电话号码 真记连连摇摇头 不敢不敢 鬼灯掐住小畔的鼻子警告 要是他看见什么胡编乱造的新闻 别怪他以各个角度送走小畔 既然小畔这么喜欢爆料 那就直接去找朵姨婆呀 小畔哪敢说话 吓不吊头就跑 另一边 投往血针抽到的朵姨婆 将自己性感的照片放进信封 给每个电视台和报社都投放了一份 扭到前脚的报社boss 打开信封一看 成功因为朵姨婆的照片再次铺折 被送往医院的眉部 打石膏救援 茄子收集了一份石头做的颜料 别看他天然呆 这孩子其实是个美术生 唐瓜找到茄子的时候 他已经雕刻好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了 但就是这样 茄子还是觉得没灵感 唐瓜提醒他 可以去想区的地方看看 于是茄子来到鲸鱼草坪外 很快构思起新的作品 另一边 鬼灯路过风干的壁画 他找来阎望商量了一下 决定翻修壁画 鬼灯的意思是 弄出失灵其境的3D效果 这时他发现院子外头 茄子正在陪茄子写生 茄子正在寻找眼前一亮的灵感 鬼灯发现 茄子画的讽刺意味的话有些吃惊 茄子这才说 茄子其实经常在各大奖项中获奖 于是 鬼灯好奇地问茄子 能不能参观他家 茄子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他的宿舍不算宽敞 全都是画画的工具和画板 鬼灯眼见地发现 角落有一尊金鱼草雕塑 顿时他没观止 茄子见他喜欢 便想将金鱼草雕塑送给鬼灯 鬼灯觉得这玩意太贵重 便没有收下 唐瓜觉得自己无法理解艺术家的审美 鬼灯问茄子将有这个天赋 为什么还要来当狱卒 做个画家不是更好吗 茄子挠头 唐瓜也解释 应接生意画家为生太痛苦了 再加上茄子家也不算富裕 狱卒是公务员来着 收入稳定 也放缓啊 鬼灯感慨 他和唐瓜都觉得自己画剂一般 但唯独让鬼灯看不起的画剂 只有自信满满的天国老中医 对方画猫举例 画出来的 却像是遭受阻误的生物 鬼灯想了想 突然问茄子 他身后的话是什么 唐瓜探头一看 被吓了一跳 就见地上的画板内 出现一张猙獰的脸孔 茄子解释 自己是用地狱的石头做颜料 结果画完才发现 成了这种怨念满满的图像 鬼灯抬手将画 摁进图面里 得知茄子用不上手中的颜料后 鬼灯想了想 便将他要走了 这是三人聊起欣赏的画家 茄子说自己喜欢 葛氏北斋的画 毕竟服饰会确实经典 但其实只要画得好 茄子基本都很爱观摩 这是鬼灯注意到茄子身后的画作 没想到 这是茄子自创钢铁天照 档瓜大精 你在地狱画天照 鬼灯非常欣赏茄子的画工 于是邀请茄子在围墙上 重画一幅画 前后忙碌了三天 最终成品非常不错 钢铁天照位居中央 金鱼草等等 月然毕上 唐瓜突然问起 被覆盖的作品是谁的 鬼灯这才告诉俩人 那是葛氏北斋画的 唐瓜大精 要是被告了怎么办 鬼灯不慌不忙地表示 对方最近忙着漫画出道 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茄子和唐瓜发现 钢铁天照居然活了 在看鬼灯 他暗搓搓地捡起地上的颜料 试图装作无视发生的样子 几天后 阎王看着正宁的笔画 一伸手被咬了个正着 鬼灯满意地点点头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并决定将这一处笔画 列为新的旅游景点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干度与好鸡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